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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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认真真重地 否则土地即使位于农业保留地区域 也可能被归类为住宅用地而刻以高地税 因为BC房地产评估局在进行估值时 不会只考虑纸面上的土地分类 而是要看土地的实际用途 最近 大温地区苏里市就有一户人家 种了几千棵树 试图申请农地资格 却被无情拒绝 不但要照交高地税 甚至连投资都可能打水漂 据CTV报道 Dunder Jasmine和Bearborough Dunder在苏里有一片土地 面积为9.5英亩 完全位于省农业用地保护区和苏里官方分区规划中的农业区内 但是 该地块目前实际被归类于住宅用地 评估价格略高于276万加元 为了争取土地被认定为农地 三位业主从5年前就开始提交农场分类通用申请书 但屡战屡败 具体包括2018年10月开发蓝莓农场 2019年10月开发甘草农场 2021年10月再次申请开发甘草农场 这些申请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 2022年10月31日 业主再次申请将这片土地开发为林场 另外 尽管林场的申请中不包括任何用于甘草种植的土地面积 但是业主表示 自家的甘草已经开始上市销售 2022年卖出了3000加元的甘草 地产评估局上诉委员会认为林场的可疑性存疑 主要是灌溉和杂草问题很难解决 因此再次拒绝了三位业主的申请 评估员在今年6月对林场进行了实地调查 发现杂草虽然不像以前那样茂密了 但是总体上密度依然过高 而且遍布整片土地 现在地里可以看到作为甘草料栽培的植株 但是长得稀疏不说 还大多与杂草混杂在一起 甘草种植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可行性 因为杂草会与好草争夺水和阳光 其中含有的潜在有毒物质 也会污染作为生树饲料的甘草 杂草控制是农业种植中的基本操作 但在这里显然做得很不到位 杂草猖绝同样影响了雪松苗的生长 另外 目前种植的雪松有一部分相对归正 形距大约8英尺 幼苗间距在1.5英尺到2英尺之间 但这个间距相对于雪松树来说过密了 会遮挡阳光 影响空气流通 不利于树木生长 还有一些雪松幼苗与栽培的甘草混在了一起 如果收割甘草 就会把树苗一并破坏 要将土地归类为正在开发的农场 评估员必须确信农场的运营计划是可行的 或者将在一定的时间参数内具备可行性 但苏里三位业主申请开发的林场 在这一点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评估员调查的结果 地产评估局上诉委员会认为 现有证据引发了质疑 及申请中描述的4000多棵树木 是否在业主提交申请之前就已经栽种完毕 还是根本就没有种植过 而且现场的情况也无法证明 作物是按照良好的农业操作标准 正确种植的 最终 评审小组主席Kandice Thornikoff 维持了原来的评估结果 及该物业归列为住宅用地 总估值为276.1万加元 其中土地价值262万加元 建筑物价值14.1万加元 来自魁省的一对退休夫妇 近日中了万圣节当天开出的LotoMax大奖 奖金高达5500万加元 他们一开始都不敢相信 还立即把彩票存进了银行保险柜 据CTV报道 Jean Larco平时有买彩票的习惯 最近她用之前买LotoMax彩票中的一小笔奖金 在Coty Cook的一家小便利店内 买了一张在万圣节当天开奖的LotoMax彩票 第二天 她上网核对彩票号码 在看到屏幕上跳出5500万元的奖金数字时 非常震惊 她回忆说 那天她立即把这个天大的喜讯 告诉自己的配偶Catherine Ennis 但由于平时她爱开玩笑的个性 Ennis一开始并不相信 还以为是个万圣节的恶作剧 那时候我正在烘焙 正在核对号码 我并没有在意 Ennis回忆说 据Global News报道 我们核对了这张彩票四次 她说道 我们俩甚至复印了彩票 发给好友们 让他们帮忙再三确认 后来 Jin立刻去了银行 把这张中奖彩票存进保险柜 在周一早上前往彩票中心领奖时 她才到银行取出来 这对来自Eastern Townships的夫妇表示 他们计划用这笔钱 犒劳知爱的亲人好友 还会做一些捐款 不过首先 他们要先去旅游 然后花点时间好好做打算 近期魁省接二连三有幸运儿重大奖 不久前 一名来自蒙特利尔的60多岁男子 在感恩节前夕买了张彩票 喜中5000万元 9月底时 在Polytechnic Montreal工作的28名同事 合伙买的彩票中了500万 11月9日开始 中国航司的中美往返航班数量 将从每周24班增至每周35班 最新消息称 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 已经开始将美国交通部申请增加航班 按照目前的形势 顺利通过的机会应该很大 按照航权对等原则 美国航司每周执行的中美往返航班 也将随之增至35班 也就是说 扩容后中国航司 美国航司 每周运营的中美往返客运航班 合计将达到70班 从美国交通部网站可以看到 自11月25日开始 东航申请增加一周两班的上海往返洛杉矶航班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交通部批准的话 从11月25日开始 东航中美直航将从现在的一周七班增加到九班 从航班增加的状况来看 美西仍是增班的重点区域 值得高兴的是 时隔三年多 北京往返华盛顿的航班终于复航 虽然受限于俄乌战争 中方航司无法飞越俄罗斯领土 所以国航从纽约和华盛顿飞往北京的航班 都需要计数金庭洛杉矶 但对于东部的小伙伴们来说 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好消息 目前来看 国内航司还有六班航班可以增加 很多网友猜测南航 海航和春航 是不是不久之后也会有好消息传输 对于网友们关注的机票价格问题 北美票地认为 由于中国航司的申请还有待批准后才能销售 有个时间差 预计寒假和春季中美直航票价应该会适当下降 但不太可能回到2019年以前 目前经济舱单程在1000美元左右 往返1500美元上下 希望增班后能减少到1200美元 甚至是三位数的票价 据世界日报报道 机票业者Tiffney表示 因为11月9日新增航班表还未公布 所以现在中美航班票价处于不稳定状态 多数人还在观望中 此外 中加航线也有好消息传来 据DailyHive报道 12月13日起的旅游旺季 加航将进一步增加温哥华池非香港航线 每周将达11趟往返航班 2024年1月17日起 至少到2024年2月7日 则每周将有10个往返航班 这比加航线有的每周7趟往返航班的班次 简筑增加 目前 12月13日 加航官网已经显示有两趟直飞航班 不过票价仍然比较贵 达到3679元 国泰航空则在整个冬季 继续每周运营7到8个往返航班 另外 之前回中国入境黑马 已于11月1日已经取消 也就是说 以后回中国完全不需要任何检测申报 完全恢复到了疫情前的常态往来 打算上诞春节回国的小伙伴们 真的可以准备起来了 2011年 霍普利曾经因绑架 被失省三岁男童的案件震惊加拿大 12年后的今天 由于他上周六未能返回中途之家 温哥华警方已发出全国通缉令 温哥华警方发出的声明称 正在全力追踪58岁的高危性犯罪分子霍普利 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公众的帮助 警方称霍普利之前的犯罪记录相当严重 包括性侵 伤害和财产犯罪等 令人震惊的是 他还曾有三起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行为 其攻击和性犯罪的罪行对公众造成严重威胁 警方需要尽快将他绳之以法 据报道 霍普利是在2011年9月被捕 当时他已经逃到了卑诗省相邻的阿尔波塔省 Kronest Pass市 被捕时他全居在一个小木屋里 他在屋里放满了儿童的物品 琴色照片 还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可以从外面锁住的 但这已经不是霍普利的第一次犯罪 在这之前 霍普利还曾被定罪 弩拐14岁以下人士性侵和非法入侵罪名 而早在1989年 霍普利就曾因为性侵一名男孩被抓 并被判入狱两年 因为性侵男童案 霍普利在2013年被判求6年 2018年11月 霍普利刑满出狱 住在温哥华地区 但法庭仍然将他列作长期罪犯 出狱后仍需要遵守长达10年的监管令 其中包括遵守宵禁和不接触儿童等多项条件 温哥华市警表示 加拿大成教曾评估霍普利在犯暴力及性罪行风险仍属高危 温哥华警方表示 霍普利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周六下午3点左右 警方表示霍普利身高5英尺9英寸 体重176磅 棕色头发 淡褐色眼睛 他失踪时身穿黑色外套 黑色裤子 戴着黑色帽子 温哥华警方发布了他的照片 希望看到他的民众能够立刻拨打911 根据法院的记录 霍普利原本应该在11月6日 也就是周六返回温哥华法院 但他却于11月4日不知所踪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